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在9号的防疫记者会当中 花莲的疫情继续的加铃 而县长徐真卫则是再次的呼吁 端午连续假期间 即将回到花莲的乡亲 务必要在花莲火车站 玉旅火车站进行快筛的动作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尚未趋缓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今天下午2点 公布了国内新增275例新增确诊病例 花莲连续5天零确诊 县长许真卫 秘书长张艺华 卫生局长朱家祥 花莲县中医师工会理事长黄荣辉 下午3点在卫生局召开防疫记者会 徐县长呼吁乡亲 端午节连续假期 秉持着不返乡 不探亲 不访友 不串门 四大原则 亲友尽量留在原来的居住地 所以在这里 我们希望大家端午宅在家 不返乡 不探亲 不防友 不串门 不返乡 不探亲 不防友 不串门 那如果您真的非得必要回来 我们在花莲火车站 玉里火车站 也设置了快塞站 所以请各位乡亲长辈好朋友 一定要呼吁您的亲人家人以及朋友 配合花莲县政府的筛检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健康快乐 回到家 而也让我们家里的乡亲都能够安全平安 守护住花莲 而中医师工会也表示 民众如果有看诊 需要也都可以进行网络试询问诊 减少移动染疫的风险 一般的病患 因为 因为 疫情严重的关系 所以健保署也放宽 就是一般的民众 你也可以透过 这个视讯诊疗去看诊 不必是那几 那几大类 但是一般的病患 你就直接可以联络医疗验所 不用透过卫生局 一般的病患 直接现在一般病患 都可以透过视讯诊疗 县长徐政卫 最后也再一次呼吁相亲 端午宅在家 共同落实 中央防疫守则 保护自身及家人的健康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